今天這個要點是不要小器 就是我們生命想發揮不要小器 有些人就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會是不要小器呢? 就是這件事跟我們生命有什麼關係呢? 為什麼我們會說到不要小器呢? 因為很多時候很多人呢 因為有些事情就很介意 很介意 介意的時候呢 他就難了 於是他們就會很 譬如有個人說一些話 得罪他 令他不開心 那他就很介意 他很介意呢 執著 就跟那個人對抗 或者不理他 就會是 因為他的介意 而生命呢 就受了爛了 因為他介意呢 他覺得 受傷害啊 那他個人呢 就 就不能夠面對 實在 不能夠面對很多的困難 那這個呢 都是一些頗多人有的情況 就是我都見過 有些人呢 他們在侍奉的時候呢 他們呢 就 就是 很介意某些事情 啊 有時候有人得罪他啊 有人說錯句話啊 啊 或者不是很看重他啊 啊 不是很欣賞他啊 不是很支持他啊 那這些我們應該做的 不過當我們期望 就是我們期望呢 人人都做到這些事情的時候呢 一定有很多脫漏的 因為每個人都有他的問題 就是每個人都有他要面對的問題 不是每個人都能夠很用心去幫其他人的 就是 不是每個人都會啊 我今天要怎樣跟人聊天啊 怎樣跟人說話啊 我怎樣 就是我小心他的感受啊 我們應該小心的 不過 總會脫漏啊 就是總是會有脫漏的 因為我們人呢 就是 就是我們不是完美的 我們會很容易的 有時候講錯一句說話 那其實 在我的事奉來講 就是人家說話得罪我 是次數很多啊 但是為什麼我不介意呢 因為我覺得我的生命很寶貴很重要 我生命呢 是需要高度的發揮的 我是 神在我生命有奇妙計劃的 我不值得因為任何人呢 而破壞了神的計劃 所以呢 所以呢 當有人 介意我的時候呢 有人呢 很在意我的時候呢 嗯 我反而去想 我怎樣令到他 幫助他不介意啊 幫助他不去那麽 在意啊 幫助他可以呢 就是和我的關係不受影響啊 就是 我就去注目在這件事 我就不是注目在 我搞錯了 你和我說這樣的說話 你得罪我啊 你不體重我啊 你不尊重我啊 就是我不會去這個位的 我總是選擇 和他和好 怎樣去處理 那我今天的經文呢 就是 《加拿大書》二章二十節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節架 現在活著的 不在時我 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 並且我如今在肉身活著 是恩 信神的兒子而活 祂是愛我 為我捨己 那保羅這裏講到呢 就是我 已經與基督同釘十節架 我是 完全毀身 跟從神 我將整個生命獻上給神 求主使用 求主祝福 我不介意任何一件事 我不介意任何一件事 不好的臨到我身上 就算有人誤會我 就算有人傷害我 就算有人得罪我 就算有人攻擊我 不合理的攻擊 都好 他無權拿走神給我的恩典 所以我總是會選擇 我怎樣去 跟他和好 怎樣去處理 而不是去 去介意 因為我都認識很多人 他們很介意 就是一會有人對他什麼不好呢 他會封了對方 就是會不跟對方溝通 或者以後定了這個人 是沒有希望的 這個人呢 就是生命是 就是我不想接受他 我不想跟他相處的 那這件事呢 其實是 很多時候會有難做的 就是因為我們的人呢 是會覺得 好像 就是我們自己覺得自己 好像不公平對待 很委屈啊 就是為什麼人會這樣對我呢 那於是呢 就會覺得很委屈 就是很不公平 為什麼你會這樣對我呢 這個呢 就是人會有的情況 就是他呢 會 注目在人怎樣對自己 很介意人怎樣對自己 嗯 因為我都發覺呢 其中一個 方法把人分類別呢 就是有些人是很介意人怎樣對自己的 有些人呢 是會 盡量化解的 這個是 第二種人是少數的 是少數的 多數人呢 是會 很介意 很不開心 很激氣 很怒躁 當人這樣的時候呢 他的生命是很難發揮的 因為他 他很容易受到傷害 那他就會跟別人 有 就是有個距離啊 就會 抗拒對方啊 那這個就會造成 他的生命不能夠發揮 他的生命就 就是不能夠發揮出來 那他的生命呢 就會有 暴口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 很實際的情況 就是人 人是會這樣的 人是會介意的 那當我們與基督同丹十字架 就說 不要緊的 我 人對我不好 不要緊的 沒有所謂的 最緊的是我 做神所吩咐的事 我做神所吩咐的事 神一定祝福的 神一定保守的 那些人 總會有一些問題的 人總有問題 人總是會有時候 對人不好啊 介意人的事 我們 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們放在心上呢 就會 難阻了神給我們計劃 那我們自己受虧損了 我們行不到神的完美計劃 所以一個人如果想高度發揮生命呢 是必然就說 我只是注目在神的計劃 怎樣去發揮我的生命 我不注目在 人怎樣對我 我不注目在 人 有些什麼 不好的地方 有些什麼不公平的地方 不注目在這些事上 我們就說 總之我走神的路是最重要的 人家對我誤會也好 對我傷害也好 都不重要的 其實我有時處理一些問題 人與人之間的問題 我都覺得很難搞的 真的很難搞 我是很極度小心 有時兩方面 一個就說對方一個問題 而譬如A說B有B的問題 B又說A有問題 那很大可能兩個都需要處理的 或者有時一個問題多些 一個問題少些 但是 有些人他們就是會很介意 就是說 為什麼會這樣 為什麼他誤會我 為什麼會這樣說我 那就會 就會介意 就會 不願意跟對方溝通 這樣的時候就會造成一個群體的分裂 一個群體造成不同的問題 這樣 這一點 就是 我們就這樣理論講 還有 真的發生在我們身上的時候 是很不同的 就是真的發生在我們身上 我們能不能夠 就說神 你的計劃最重要 人家怎樣對我 不重要的 無所謂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不用 解疑的 這是最健康的做法 但是很多時候人就是沒有這種 健康的心態 就是他很小器 就是容易受傷害 還有注目在人怎樣對自己 很介意 有些人他會很多時候說話 會很長篇 說來說來 那個人怎樣對我 他怎樣不理我 他做一些不公平 他做了什麼不好的事情 總是會說這些說話 那就造成了 就是 他受了人的影響 而得性有餘 就是說 不要緊的 我的生命 極度保佈神 極度體重我 我走在神的路上 是最完美的 OK 好 那我 在這裡停一停 因為 這個理論 這個觀念 有這個觀念 和做到是另一回事 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或者什麼回應 就是關於 不介意別人 大家有沒有試過被人傷害 而刻意地不介意 刻意地不介意 師爺 你分享一下 是 可以分享 是 你說 我從小到大都很小器 那我就生氣我家人 那我就生氣了十幾年 那些 那些 鄧兄姊跟我說 他說 你記得要搖樹人 如果不搖樹人 就苦毒 是一個邪靈 來進入你的生命 身體裡面 蠶食你的骨頭 那我搖樹了我家人十幾年 以前生氣人 發脾氣 頭經常痛 經常吃 吃多少千粒 都沒有用 所以我們身體 是受到我的情緒 和人的關係 引起生氣 所以我就把 榮耀龜給神 因為神醫治我 我就學會了他的真理 牧師 呂牧師 就和他祈禱 祈禱之後 他裡面的邪靈出來 那我就 我分辨諸靈的恩賜 那時候有神給我 那我聞到他身上 有些死屍味 有些腐爛了的肉味 是很惡臭的 其實那些邪靈是 因為住在人的身體很臭的 那我就見證到 這件事 這個見證 一般的事實 是我親身經歷 我想和大家分享 好 非常之真實 你說出來 是非常之好 那 有一點點回應 就是 不搖樹不是邪靈 是不搖樹可以 給我們有破口 給邪靈入口 是呀 是呀 這個罪 這個罪是可以給魔鬼 有地步 是 不宜是一個罪 這樣魔鬼就會入侵 你說的那些見證 非常之好 首先你講到一件事 講粗口 我們 講粗口其實都有個過程 有我們發怒 然後去講粗口 我們都要小心 因為這件事是一個 不好的見證 當粗口一出口 是會影響我們的明星 我們的見證 所以 即是有些行為 其實任何的行為 走出來 都可以影響我們的明星 影響我們生命的發揮 OK 好 那我呢 多謝你分享一下 那我呢 想講 就是說我們呢 就 這個 你是需要刻意的 因為人 即是受了傷害的時候 是很容易就會生氣 很容易就會生氣 很容易就會受傷害 萎縮 或者是生氣 不饒恕 這個是非常之容易發生的事 這個是 即是 可以說人人都可以有的 問題就是我們有多快去處理到 以至我們不受人影響 我們就說 神不介意 沒有所謂 不會損失的 神會給我 我不用介意的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這樣呢 我們就 處理 處理是刻意的 刻意是什麼意思呢 如果我們隨意呢 隨意 通常來說 隨意是會 就是 被人擊傷 心不開心 萎縮 生氣了人 這個是隨意 就是我們自動反應 當我們 有人傷害我們的時候 人是很難會有自動反應 是 即是說我搖說他 這個是 因為我們人的罪性 我們是需要刻意 即是說 當我生氣他的時候 我不搖說他的時候 後果是嚴重的 我就不要介意 不要緊要的 我就放手 我就只是心裡面是祝福 祝福對方 幫助對方 就是一個憐憫的心 一個憐憫的心 放手 即是說神啊 我刻意 我選擇放手 選擇就是刻意 就是我選擇 我明明不是想放手的 不過我刻意放手 我明明不是想去揚恕他 去祝福他 但我刻意 我選擇去放手 選擇去祝福他 這個就是刻意了 那就也都告訴自己了 譬如我們有小器的 很容易受人傷害 很容易被人擊傷的 很介意的 很介意別人的 我發覺 有些人在聊天的時候 他是一直數的 真是一直不停地數 誰對他什麼不好 誰對他什麼不好 同事對他什麼不好 他的家人對他什麼不好 那些朋友怎麼對他不好 總是一直這樣數 當他一直這樣數的時候 其實是 他的生命就是有破口 他的生命就是 總是介意 他很介意別人 怎樣對他 所以如果我們發覺 我們自己是這樣的 我們跟別人說話 是一直掃苦 其實掃苦的人是沒有人喜歡的 一個掃苦的人 他一直都是掃苦的時候 是人覺得他很煩 覺得他很負面 很多人不懂得怎樣處理 他就會 他的朋友就會切斷關係 就是朋友不喜歡聽他說的 因為他不斷地說 我認識有些人 他是不會等人反應的 他是會 講完一樣 接著又第二樣 第三樣 他一直講下去 一直講下去 講他的不好的經歷 講到人的不好的地方 其實是 非常之 他裝滿了負面 因為他小器的緣故 他介意人 所以他裝滿了這些負面的東西 所以他口一出都是這些負面的東西 我希望大家就說 神會給我 我有神的恩典 我不需要介意 神一定祝福我的 我聽神說 神一定祝福我 連問我 我就不需要介意 任何的不好的事情 在我身上發生 我只是做神所吩咐的事 我整個人就可以生命高度的發揮了 希望今天這個信息 就是講到 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就是說 我完全將生命獻上給神 聽完神話 做神所吩咐的事 人 對我們不好的地方 我不需要放在心上 我盡快去處理 我發覺那些人 很介意別人的人 其實通常都很辛苦 他們生命是很難發揮的 其實他們是很難 令人歡喜他們 他們很難有好的見證 他們很難傳福音 很難建立其他基督徒 他們很多事情都是很負面的 就是一個很介意別人的人 很多事情都是負面的 OK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嗎 我們一起祈禱 親愛天父 我們多謝你 因為耶穌 主耶穌 你把一個極之寶貴的計劃 設給我們 我們每一個都是非常之寶貴 我們每一個都是非常重要 是神所體寵的 神憐憫我們的 神很想大大使用我們的 當我們注目在神 我們就是說 我已經與基督同釘十字架 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裡面活著 這樣的時候我們裡面 就會有力量 我們就不受人影響了 我們就會 從神得力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的大恩 多謝天父的大愛 神你的恩典救我們用 求主與我們同在 加力給我們 支力量給我們 幫助我們 不介意別人 怎樣對我們 而是放手 放心 神一定祝福的 我們走神的路 神一定祝福的 求主賜給我們一個 一個豁達的心 那心是闖開的 是不介意的 沒有所謂的 不死得的 因為神是會施恩祝福那些愛的人 我們愛神 神就為我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我們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眾讚歸給天父 神你真美好 耶穌你真美好 求主施恩祝福年民 求主耶穌祝福年民 加力量給我們 與我們同在 多謝耶穌 哈利路亞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榮耀眾讚歸給天父 求主釋放我們的靈 支給我們的力量 幫助我們真的去處理生命 看看我們生命內 有沒有什麼地方 是介意人怎麼看我們的 求主幫我們放手 幫助我們 靠著耶穌得勝有餘 多謝天父 讚美天父 感謝天父 哈利路亞 山年約 3分站 也就是 每次看看 表面 去問我 兩個 options Ess威勇 可爾 遇 TU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